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9月1日 想說一下貿易戰 貿易戰打到現在,你見到拉拉腳腳 其實特朗普是可以一招收他們的 之前很多人都說特朗普太狠了 但其實他一點都不狠,是循步漸進地打的 他一開始的五千億,都不是五千億打完 打那些比較集中的高科技產品 原因是因為他把中國電子產業的聲勢壓下來 他第一個目的是這個 那你問為什麼不一招打死他呢? 其實一招打死就最好,但是他自己都會受損 這點其實是他聰明的地方 你如果想回想的時候,如果一開始就已經打死的時候 大概過了一兩年,他的民望可以說 極有機會是跌到渣都沒有 因為經濟是一定傷的 但是又由於他不一次過打死 所以你發覺那個經濟反而是好 美國那邊的失業率仍然是新低 所以你看到這個特朗普 他不是一個瘋子 這點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是瘋子的話你就會害怕 結果你發現他不是瘋子 那他打完那些高端的貨品之後 開始就來來往往 就是逼這個中國上譚滿桌 但是你看到他的目的都不是一次過打死 不是一次過打死的 也就是說其實他是想脫勾 不是不是脫勾 也對的,脫勾 也不是那個勾 就是他想跟中國的結婚 那天他講了一句很珍切的說話 我覺得是說 他講了什麼 沒有了他會更加好 就是說沒有了中國會更加好 而另一句就是說 對付這個中國,我是天選之人 他用這四個字 天選之人 他又說得很對的 因為對待中國來說 快又不行,慢又不行 他那個節奏是掌握得非常之好 可以用這四個字來講 非常之好 而實際上 你想攬炒的話是你的問題 至少你先動手 現在不是說香港攬炒 是說中國 如果中國想攬炒的話 你真的想打的 不想回譚滿桌的 那你就說 那於是特朗普說了 你聽他有什麼殺手間 第一個殺手間 就是 當然有人發聲出來 他就跟春瑩姐說 喂,瑞士銀行 有100個人 裝著7.8萬億美金 你自己留意一下 那為什麼放這個封出來 你小心我凍結你 第二件事 打關稅 我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 你打關稅 打一些什麼 跟匯率掛鉤的關稅就可以了 我給了一個index 就那天的人民幣匯率掛鉤的 然後我打關稅下去 是跟著這個匯率掛鉤的 那他就沒得走 我想過這件事 但是呢 後來發現 咦,不是的 就是特朗普 反而他就這樣 給Fisk的關稅 然後慢慢加下去 更好 嘻 大家明不明白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咦,原來這樣的話 人民幣匯價會下跌 而 中國呢 啊 人民幣匯價下跌的時候 他就麻煩了 為什麼呢 咦 如果你有資產 即是你那些美資各樣 在這個中國那裡 你要走 你要走的時候 然後呢 啊 你當然是要沽出那些人民幣 各樣 也會變相造成 他那個匯價的下跌 但不是想說這件事 最重要一點就是 做了一個expectation出來 那個expectation就是 你要知道 你的人民幣資產是會下跌的 喂 那如果你的人民幣資產會下跌 第一 就是新公司不敢投資進去 再加上你政治風險那麼大 第二 就是他的生產鏈在裡面 就會慢慢地向外移 就是去那些東南亞國家 越南 柬埔寨 啊 這個泰國 緬甸那些地方 啊 最大機會其實是印度 啊 因為印度救人 啊 就是他那個 cheap labor 可以說 啊 這點很重要 好了 啊 另外呢 一個殺手柬就不是關稅 另外一個殺手柬就不跟你說話了 那個呢 就是緊急經濟權力法 緊急經濟權力法 就是卡特 1979年用過的 制裁伊朗的時候 那你一說制裁的時候呢 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停止 Swift Code 第二件事就是呢 IMF各樣的那些 喂 可以不去renew 你那些 就是不去 啊 翻借給你的 那些 不翻借給你 你夠死的了 因為通常我們是新債 舊債去下的嘛 那 就算我當你刷不定了 當你刷不定了 你那個利息成本 都會大幅提升 而你的利息成本 大幅提升的話呢 那裡面來說呢 就肯定經濟很差的了 因為人民銀行呢 只有那幾招的 第一就是降準 第二就是減息 這兩招都搞不定 放不到水的時候呢 你就等下了 那所以這個緊急 及緊急經濟權力法 是很厲害的 第三點還厲害的就是 它可以凍結你的資產 凍結你的資產 那當然不會亂用 理論上就是 其實那時候那些台資啊 美資啊 那你的台資走不出 其實應該是在美國投訴的 我想走他不讓我走 有很多呢 好像說要六折七折 才可以走的 讓你走得了 算好了 那所以 如果他是這樣做的時候呢 那就是 你想走啦 蘋果那些想走啦 想移走些錢 喂 這個賭場有得入 沒得出的 原來你想走的時候 他不讓你走的 那就麻煩了 那這個其實 一向中共都是這一套的 以前就說公私合營 我最喜歡說的那個例子呢 就是初頭的時候 說土改 土改的時候呢 就被一些農民去打地主 打地主的時候呢 一打 就把那些私田拿回來了 是不是很happy呀 大家滿手鮮血 然後拿到利益 分債 打土豪打地主 但是呢 不夠一年 就是你一塊田都還沒亂 還沒劣過幾次 那已經呢 將他全部充公公有化了 那當然是不肯的啦 很多人 但是周恩來啊 陳雲啊 各樣那些呢 都被這個毛澤東罵到媽媽都不認得 那結果都沒有辦法 就是 就將所有的土地有公有化 而公有化就令到這個 當然啦 生產的誘因完全沒有了 沒有了的時候 那些人就不時生產 也間接鋪路造成之後的大饑荒 可以說 所以毛澤東不懂得搞經濟 就是這樣 但是你看到呢 他的手段多麼辣就是這樣 你誘入是沒有出的 例如 又有些公司 有些高科技公司走進中國 他就佔了你五成以上的 那些公司的股份 那於是你呢 你又一定要分享科技給他 那他就打你的科技 喂 所以我和你做生意 然後你打完我的科技 學完我的東西 再在全球那裡跟我競爭 那所以其實有時候呢 有些生意 不做就好過做的 今時今日你都見到這件事了 你是貪去土地人工那些便宜的 還有有稅務優惠的 但是現在全部東西都貴了 再加上你走不了 再加上人民幣匯價貶值 你是商人的 你自己都會想 對不對 這個就是 這個特朗普的殺手間 還有最重要一點 如果 我凍結那些 官員的資產 那你就知道有多糟糕了 不過 都不是亂凍結的 他要凍結各樣的時候呢 是通常會有一些藉口的 而很多時候呢 打的就是人權牌 那你見到民主黨各樣那些呢 就在這個眾議院開始 就出一些標 然後就過去 就是什麼人權監察法 各樣 就正如之前西藏那個省委 就是這樣 被美國禁止入境 還有制裁他外國資產各樣的 那所以呢 就是貿易戰來說 特朗普還有很多招 但是 他是不是會打這些招出來呢 那很明顯就不是 他都是拿著來嚇嚇你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攬炒的時候呢 就是先瞭者戰 是你想的 你自己攬炒的 於是他就可以向自己的國民交代 對不對 就是 你不可以 因為 你如果這麼快 就動用這些東西 萬一 經濟 有什麼事的時候 那就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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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是呢 就是 沒有辦法啦 聯儲局是獨立的 那你不配合特朗普的施政 都奈你不可的 不過 可以跟你說就是 如果 經濟下行的時候 一定是 抓這隻東西出來 打一身的了 那今天先講到這裡 先 用水 用水 《經濟 》 用水 最後 掉 Rahmen 行玉城 最後 一根 こう leg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